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 同他到亚西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撒罗尼加人·亚里达谷和西宫都,还有特币人该游并提摩泰,又有亚西亚人推击谷和特罗菲摩。 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 过了除笑的日子,我们从菲利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 乱定之后,就是以福所成的动乱平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勉励他们,便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 保罗在以福所成的骚乱之前,本来就已经计划,要先前往欧洲大陆,包含北边的马其顿跟南边的雅盖亚,去探望教会,并且来收集他们的爱心奉献,要带到伊路撒冷去。 因为伊路撒冷那边遭遇饥荒,生活比较辛苦。 所以呢,保罗现在在这个以福所成的动乱平定之后,他就决定要出发往马其顿去。 第二节,他就走遍了那一带地方,就是到马其顿去。 然后用许多的话来劝勉门徒,然后就往南来到了希腊,来到了雅盖亚。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就是在那边,特别可能就是待在哥林多教会,然后在那边对教会有一些整顿。 保罗后来我们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发现他跟哥林多的教会关系有时候相当的紧张。 所以保罗这次就在那边停留了三个月,希望能够稳定教会,然后以这个福音的正道来建造门徒。 我们经文往下看,三个月之后将要坐船往亚洲大陆的叙利亚去。 可是犹太人在哥林多这一带就是设计要害他,所以保罗他就定义不从这边直接坐船,反而往北走陆路,回到马其顿去。 再从马其顿绕回到这个土耳其去,回到亚洲大陆。 那同他到亚西亚,就是已经回到了这个,要去土耳其的这个亚西亚省,就是以佛索那一带的。 有哪些人呢?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比利亚在这个马其顿省的最南边,还有铁萨农尼加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 铁萨农尼加是这个马其顿省的省会,还有特匹人,该有特匹在这个土耳其中部的这个内陆地区。 还有这个提摩泰,提摩泰也是这个土耳其内陆中部地区的路斯德这个城市的人。 又有亚西亚人推基谷和特罗非摩,那亚西亚省,他是在土耳其西海岸的这个地区。 我们看见这些基本上都是外邦人,那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 所以他们这些人先离开保罗,坐船离开马其顿,然后呢前往这个亚洲大陆土耳其的特罗亚,等候保罗他们。 那保罗他们为什么会比较晚到呢?第六节会交代原因,过了除孝的日子,就是过了逾越节那个节期的日子, 我们就从这个马其顿的菲利比那边开船,然后船开了五天,其实不用开那么久,通常两天就到了。 所以代表这时候是逆风,所以船开了五天,终于来到这个土耳其的这个特罗亚这个海港, 和之前那些外邦人的弟兄们相会,然后在特罗亚住了七天。 所以呢保罗为什么会比较晚出发,是因为他们想在菲利比那个地方过逾越节。 因为有些玩走的这批人,可能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这也让我们看见,其实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开始在铺陈, 因为保罗他很快他回到伊路撒冷就被逮捕,被控告的这个名义, 就是说他不守摩西规条,然后不遵照这个摩西律法的规定怎么样怎么样, 还怂恿别人,故意违反摩西的律法跟规条,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见保罗在很多次, 他也会去守这些犹太人的节旗,也会去守这个他自己按照旧约律法书所说的这个守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愿, 过一个分别为生的生活,所以保罗态度是这样,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 都是为了福音好处的缘故,所以他跟他的犹太同胞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是会透过一些节旗,或是一些向神的一些发愿, 来表达他很愿意跟犹太同胞们一起来敬拜真神, 所以保罗在这方面是自由的,他不会故意就是去遵行摩西规条, 也不会故意不去遵行摩西的规条,因为遵行不遵行都跟他是否得救无关, 因为得救就是单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但是他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以及他跟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会融入他们当中,然后用一个合一的方式来敬拜神,信靠神, 好,我们就看第七节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破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 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 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竹, 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游推谷,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 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 扶起他来,已经死了, 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 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保罗又上去,破饼吃了,谈论许久, 直到天亮,这才走了, 有人把那童子活活地领来,得得安慰不小, 我们先上船,开往亚硕去, 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 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 他自己打算要步行, 他既在亚硕与我们相会, 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 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 又次日在沙摩靠岸, 又次日来到米利都, 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 免得在亚西亚单眼, 他急忙前走, 巴不得赶五旬节, 能到耶路撒冷。 保罗他在特罗亚这个港口城市, 待了七天, 然后在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礼拜天的时候, 我们就聚会, 拨饼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聚会, 纪念主耶稣在那里讲道, 然后在那里一起拨饼, 保罗因为次日, 就是他隔天就要走了, 就与他们来讲论, 而且这一讲呢, 因为隔天就要走, 他就把握时间, 只讲到半夜, 我们聚会的那一座楼上, 那代表他们是在楼上聚会, 有好些的灯竹, 代表他们彻夜通宵的, 来分享来讲道, 所以预备很多的这个灯竹, 有一个少年人, 名字叫做游推骨, 坐在窗台上, 困倦沉睡, 保罗讲了多时, 保罗讲到讲很久, 那少年人他就怎么样, 太疲倦了, 到半夜保罗还在讲道, 还在分享, 他就睡熟了, 以至于不小心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 大家赶快到楼下去, 把他扶起来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死了, 保罗也赶快赶下来, 就扶在他身上, 抱着他, 说你们不要发慌, 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原本是他的灵魂还在他的里面, 代表怎么样, 这个人的确是死了, 但是保罗为他祷告, 使他从死里复活, 然后保罗他又很镇定的, 又回到楼上去, 继续完成刚刚进行那一半的剥饼, 并且分了饼, 大家吃了, 纪念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身, 为我们流宝血, 救赎我们, 然后呢, 继续谈论了很久, 一直谈到怎么样, 天亮了, 保罗服事完了, 他也没有睡觉, 他就离开了特罗亚, 然后呢, 有人把那童子, 就是这个, 子里复活的犹推骨, 活活的领来, 得的安慰不小, 所以保罗虽然走了, 但是他们看见这个复活的犹推骨, 现在都没事, 他们就敬畏神, 得着一个极大的安慰, 就算保罗离开了, 但是神的恩典, 跟神掌权仍然与我们同在, 他们就信心被兼顾, 13节, 我们先上船, 开往亚朔去, 亚朔就是在特罗亚以南, 大概三十几公里的地方, 代表他们要往南, 因为他们目的地是, 很南边的耶路撒冷, 然后呢, 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 他自己打算要步行, 所以他们离开特罗亚之后, 所有的人就坐船往南, 到亚朔那边去接保罗, 而保罗他想要自己步行三十几公里, 或许是他想要有一个自己能够安静的时刻, 自己能够来在主面前祷告, 明摆主的旨意, 14节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 我们就接他上船, 来到了这个米推利尼, 已经来到了这个土耳其西半部的这个亚西亚省了, 从那里开船, 又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 又次日在撒摩靠岸, 又次日来到了米利都, 米利都已经来到了以弗索以南, 大概六十公里左右, 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要越过以弗索, 免得在亚西亚担言太多时日, 他急忙往前走, 巴不得敢在五旬节以前能够到伊路撒冷, 代表他想要赶路, 他想要去伊路撒冷, 跟这个犹太的弟兄们一起守这个五旬节, 所以其实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 已经开始在为这个保罗来这个辩护, 说他并不是刻意禁止自己的, 禁止别人去守摩西的规条, 因为守或不守摩西的规条, 跟我们是否得救无关, 但是保罗跟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会跟犹太人用他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用他们共同的习惯的方式, 一起来祭念主耶稣, 一起来祭念上帝的爱, 所以这个路加就是在铺层说, 保罗并不是一直刻意叫别人, 不可以遵守摩西的规定, 这个他并没有这样,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看见保罗他像什么人, 他就做什么人, 他对于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道理, 他是抓得很紧的,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 可以使我们这些罪人得救, 要靠行律法或是其他的事情, 都是徒劳无功的, 但是保罗他又一方面, 他在不同的人群当中, 他又非常有弹性, 他不增加额外的纷争, 他愿意跟不同人在一起, 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上帝, 来颂赞神的大能, 主这都给我们很好的学习, 让我们好好的守住, 我们的福音的真理, 但是我们跟不同背景的人, 又可以和睦的在一起, 以至于方便于我们向他们, 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和见证,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淡江教会多年来, 推动圣经普及化的运动, 希望让圣经的真理,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除了在网路上, 制作各种的圣经节目, 服务全球的华人教会, 现在也在各地开始建立, 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开设实体的课程, 为神的国度培育更多的人才, 请立刻上网, 或在脸书Facebook, 查询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报名各类精彩而实用的课程, 就让我们一起, 装备现在, 改变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